当地时间6月11号上午,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联邦法庭宣布,已挑选出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被绑架致死案的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。 这18名陪审员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上午9时以该案陪审团员的身份正式出庭。 届时,哄变双方将做开案陈词,这是定罪阶段的开场。 张颖颖家属代理律师王志东指出,在定罪阶段,由于嫌犯享有无罪推定的假设,控方将承担起所有举证责任,也就是说,检察官必须出示所有证据证明嫌犯犯了罪,而变方只需反驳这些证据的有效性,不需要证明嫌犯无罪。 据报道,12名陪审员必须在定罪阶段结束时一致认为嫌犯有罪,才可判克里斯滕森有罪,这一阶段预计将持续约一周半时间。 如果克里斯滕森被判有罪,法庭将进入量刑阶段。 由于该案检方寻求嫌犯死刑,陪审团必须再次达成一致意见,决定是否适用死刑。 如有一人持不同意见,嫌犯将不被处以死刑。 王志东律师称,张盈盈的家人明白这个刑事案件的结果现在掌握在陪审团手中。 张家人选择信任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,相信陪审团会给张盈盈一个公平的交代。